你能和美洲狮住在一起吗 相信很多人都只敢望而止步 但这里的六个人还敢看着美洲狮在眼前晃荡不逃跑 他们其实只是接受过三天求生训练的普通人 到这里体验荒野 没有奖金也没有工资 为了重返文明世界 他们必须步行113公里 按照计划好的路线完成所有任务 他们来到这里 大家都是为了挑战集血 等到达精神和身体的理想状态 他们可以随时退出 当然 如果他们在丛林里招架不住 也能主动退出 原本九个人的团队 因为身体原因退赛的已经有三个人 眼看队伍越来越小 大家都开始着急了 他们来到草原 却发现这里并不是他们理想中的天堂 这里的食物比想象中少了不是一心半点 同时地形条件和生活环境 对他们进行了更严苛的考验 大家从没有这么消沉过 已经十几天没有吃过正经食物的众人 饿得眼睛都要泛绿光了 接二连三的事故和考验 一再打击了他们的自信 剩下的六人必须比以前更团结 为团队付出更多 才能重返文明世界 这已经是他们到这里的第14天了 今天的任务是走14.5公里 翻过连绵的山丘 偶尔穿过小片丛林和沼泽 他们的目的地 是位于草原中心的一片绿洲 惊艳告诉他们 这条路并不好走 他们必须在毫无遮挡的大草原上徒步 周围还有小水坑和泥沼 为了在长途远足中保持体能水平 队员们只能一边赶路 一边留意周围是否有能吃的东西 好在昨晚他们还吃了一顿鱼肉 离起昨天白天的时候 他们的精神状态好太多了 但是情况不容乐观 因为他们很有可能 在到达下一个营地之前 都不会再进事 布莱德应该是当前精神状态最好的人了 他本着开发自己潜能的目的来到这里 希望能彻底融入自然 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 这个机会对他来说价值千金 现在他甚至很享受这种受折磨的感觉 他觉得这是上天在给他成长的机会 但其他人都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 尤其是翻过一个大山之后 年纪大的麦卡已经顶不住了 但爬上山坡回望走过的路 让大家都热血沸腾气势高涨起来 他们相信越靠近眼前那座山 就会越靠近文明世界 不过天上看不到飞机 周围也见不到人烟 让他们有些失望 等到新的地形面前 他们已经在太阳底下走了四个小时了 然而他们还要穿越八公里宽的丛林 这不仅打击了他们的士气 也让他们感受到了生存的焦虑 丛林的环境永远比草原更复杂 茂盛的树林和层层叠叠的树叠 经常遮挡住一些危机 这些丛林枝叶繁茂 不用砍到披荆斩棘 根本没办法过路 此时他们除了指南针之外 没有任何的参照物 还必须得和出现的小动物们搞好关系 盘居在树上的青蛇 和到处出现的黄蜂蜘蛛 没有一个是他们惹得起的对象 熬了很久 他们才走出这片丛林 这时他们才有了走出生门的感觉 在草原上不用担心会有小动物突然窜出来 也不用费力地砍树整理枝条 但这里地形复杂 有很多沼泽泥地 似乎将它们往深渊里带 这些泥沼将这些人往下拉 就像是流沙一样 尽管他们都小心地抬脚 但还是被泥沼抓得死死的 好在队友们都在身边 大家帮扶着赶路 顺利通过了泥沼 经过9个小时的辛苦徒步 穿越了多遍的地形后 队员们终于抵达了指定的营地 这片绿洲里有很多高大的棕榈树 还有池塘和新鲜的树干 看上去资源十分丰富 晚饭是上一个营地里找到的 面包和采摘的果实 现在他们要搭一个A字形庇护所 但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就要天黑了 他们能做的 是做一个简单能过夜的庇护所即可 其他人都意气风发地干着活 只有麦卡颓废地窝在草里 他走得很吃力 现在也累得不行 身体上的累会消磨人的意志 他已经开始怀疑自己来到这里的目的了 他没有力气再像之前一样捕鱼找菠萝了 队友们都很担心他的状态 不过他们都知道 只有他自己想明白了才能走出来 晚上大家围坐在一起 祈祷天上的乌云不要飘过来 这可不止下雨这么简单 乌云中的闪电可是危险的家伙 谁都不想发生被雷劈的惨案 好在大家侥幸躲过了雷电和暴雨 平安的度过了一晚 上午的计划安排好后 大家都出门忙活了 梅丽莎和赖安去营地周围采摘水果 麦克尔尼克和山姆则留在营地修缠庇护所 只有布莱德想去河边钓鱼 梅丽莎看到河边有很多红色的果子 这和他们之前摘的一样 但是上次摘了很多几乎都不能吃 口感差 味道不好 虽然它富含维生素A和C 但是果子实在太硬了 根本没办法切开 即使把它泡在热水中24小时 也照样很难找到合适的吃法 于是他们打算在周围找成熟掉落的果子 梅丽莎捡到的果子里还长有幼虫 赖安觉得味道还不错 只是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 因为实在太恶心了 最终二人放弃摘果子 梅丽莎转去帮布莱德钓鱼 而赖安去帮忙搭庇护所 这边麦克尔找到了树蛙 虽然这是难得的蛋白质 但麦克尔不忍心杀害它 这只小树蛙看起来它还很小 不够肥 而且这个种类比较宝贵 颜值也很不错 当然更重要的是 不能确定它是否有毒 麦克尔不想打它们的主意 宁可自己饿死也要保护它 但它们真的没有食物了 这边布莱德和梅丽莎 在岸边掉了很久 都没有抓住大鱼 梅丽莎感觉自己身体要到极限了 她现在站起来走路都会头晕 就算只走五六步 也得消耗大量能量 她明显感觉到自己有些力不从心 反应也变得更迟钝了一些 这边山姆在割草的时候发生了意外 锋利的珍珠毛割上了她的手掌 虽然用紧急包削了毒绑上了绷带 但伤口很深 疼痛和饥饿让大家几近崩溃 他们开始躺在地上休息 情况都不太乐观 过了一会儿 布莱德带着古包的大额包回到了营地 他带回来了十二条鱼 接着梅丽莎也回来了 他的小篮子里也装着十二条鱼 最后迈克尔也带着十一条鱼回来了 一夜暴富有多爽 这些人现在就有多爽 在荒野饿了十四天的他们 一下子有了三十五条鱼 就像是实现了一夜暴富的梦想一样 这下他们终于有精力搭建庇护所了 他们原本打算做一个A字形的屋子 但经过全队人的决策 最终决定剪坡屋挡风 山姆做好饭后叫大家聚在一起 这次为了尽可能不浪费食物 他没有取出内脏 而是整条鱼烤着吃 梅丽莎接受不了内脏里又酸又苦的味道 所以他每条鱼都只吃鱼尾巴 剩下的部分给其他人吃 吃了一顿丰盛且并不好吃的午饭后 大家继续拉建帐篷和钓鱼 这时候山姆忽然鬼鬼祟祟走来 向梅丽莎等人宣布了一个隐私消息 他痔疮犯了 这可让大家犯难了 这可不是在野外能治疗痊愈的 更不是三五两天就能恢复的 痔疮是直肠血管发生的感染 通常由于长期便秘导致 听说这是天底下最厉害 最专心的一种痛之一 在这样的环境中 想吃点流食缓解一下都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每天的伙食 就是坚硬的红皮果和菠萝 还带有很多细密小刺的小鱼 再继续下去 得不到治疗可能会有更严重的后果 山姆上午刚把手掌割破了 再加上痔疮的威胁 他很难坚定决心继续走下去 他说这些话的意思 基本等于他坚持不下去 要选择退出了 这让大家非常吃惊 山姆在大家眼里 一直是一个乐观积极的人 但现在他的状态真的不容乐观 大家都必须接受他要离开的事实 但手里的火也不能停止 于是他们来到河边钓鱼 只有山姆带着一本圣经 来到营地附近的山野 这是他的精神源泉 他想从里面找到力量 他不想离开 但是他忍了两周了 疼痛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他不想继续恶化 所以他必须按下按钮 寻找节目组的人帮忙 他真诚的向所有人道别 就连以往过节很深的迈卡 也与他冰释前嫌 拥抱之后 山姆还为大家朗读了一段祷告词 简单的为他们祈祷 希望他们之后的旅程 剩下的五个人能同心协力 一起走到终点 坐在飞机上 山姆回顾了一整趟旅程 认真思考了自己的得语时 他要告诉儿子 只有吃过苦才能有所得 这段奇妙的旅程 让他收获满满 但经过诊断 山姆的情况比他想象的更严重 医生发现他的职场有一处撕裂 很可能是由于脱水 营养不良和极度体力透支引起的 他只能做手术缓解状况 剩下的五人喜忧参半 山姆是团队里的重要成员 他走之后 大家必须肩负起他的职责 这会加重大家的生活负担和工作量 但与此同时 他们又钓到了很多鱼 可能有90多条 这意味着生活好起来了 他们一路上 没有吃过这么多蛋白质 现在终于能吃饱了 只是可惜之前的伙伴们 都走了大半了 新的一天 大家都钓到了很多鱼 还有几条超级大的鱼 吃了饭后 他们开始朝新的营地启程 山姆走之前 把他的圣经留给了布莱德 可这本书实在太重了 再加上他留下的23公斤重的物资 大家实在拿不动了 再三抉择之后 布莱德决定放弃圣经 把他留在这里 他是个虔诚的教徒 可能之后 他还会回到这里来找他吧 当然那可能是十几天 或者几个月后的事了 好了今天的挑战 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点赞评论家关注 期待下一期的精彩吧